百事流传 闻者众 然其苦不疑 只因众各执一词 所述之调各异 或兵戈荣荣 或流水潺潺 或长风急笑 或若人低语 然闻者皆可辨词曲 盲月诗 为之迷世之音 这谱子瞧着熟悉 但却和我记忆中的不同 不行 我得找到这月诗 谢谢 五等彩礼的月诗而去 此刻她应在了山巅上 我服继承 鱼三十里 我服继承 鱼三十里 听你跃声不绝赢着此句竟是为此 为那段往事 也为那个人 至于那张某人 我不知他的名字 不过最后独为他揍了一却 只是取散不见人 为生烽火狼烟 独奏一却 你想起这曲的后半截了 只有一小段 但这曲子 似是那人曾命人教育我的 那个人 你是说九江王吗 这曲子 后面的曲子 是不是就在有关他的记忆里 是吧 但只要想起这名字 就总觉得很难过 前辈 其实我有一问 你不是神雀宫的人吗 为何记忆中的却是秦末十年 秦末十年 我还不是神雀宫的白晚 我那时候应当是不叫这名字 神雀宫内除斋女 无人拥有在神雀宫之外时候的记忆 这样的人 想必才能守护神雀宫吧 唉 有些事或许真的就像斋女说的那样吧 还是永远都不知道为好 前辈 雨迟 我知道你是想知道那曲子后续究竟是什么 但你让我再想想吧 我还未决定是否要去触碰那回忆 这 若是前辈不愿回忆 那我也不好抢人所难 只是 何必再多说 你这转折之后必是种种恳求的理由 我已是死人 更只是魂灵中归于天脉的一缕 你这些话 同我说又有何意 先放下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与我同奏一去吧 就让我合着这曲子 再想想 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 这是 这是我那些记忆吗 这里头会不会有那支六月 会不会有这曲子 这失衡遍野的像是战场 方才那军旗 我难道是在秦末 嗯 那是 哈哈 你的援军在哪儿呢 哈哈哈哈 援军是不会到了 就将王已降 那又何妨 今日我死 他日子会有弟兄为我报仇 我绝不会败 姑娘 这是张某人最后一次救你 王要见你 你速速回去面见王上 你 认得我 原来姑娘会咒术 真不愧是九江王身边的人哪 你以往倒是我以往错看了姑娘 九江王 我是他身边的人吗 原来是这样吗 我好像想起来了 姑娘 不非良人 他情不封九江王 留你在大王身边随事美人 实质上便是为智 你心中也是有数的吧 一却曲子从离别那年吹到而今 你听过我吹的曲子 哼 末将随 随大王自蓬城起 见过那流济小儿 贵行霸上 见过美人见舞 也有幸得听姑娘的敌音 对 美人 美人如今在何处 他如何了 自追随大王 撤军 该下 援君不治 这么说九江王真的叛了 不 我不信 我为之 他怎么会 姑娘 不非良人 姑娘 事已至此 就莫再妄想拖走了 随我去见王上 哼 那也得有命去见 给我上 姑娘 姑娘 随我去见 哼 你 无法带我去见你的王上了 我 是 是 是 莫将 无能 毕无私利 闲之为责 为此六月 便 继承 我 我 我 附 继承 于三十里 亡于出征 一族 你放心 我会回去 去见美人 他与我有恩 待我如姊妹 至于九江王到底有没有判 我自会去查清楚 报 有人闯营 你们让开 我要见美人 姑娘 如今你还是 美人 美人 是我呀 婢子 大王亦起敬 见妾何了生 姑娘 我想清楚了 我会去找那段回忆 去寻找曲子的后续 我还没看见我与九江王的结局 他给的曲子 即便是曲中人散 我也想知道为何 什么声音 都静静点 别让人放进来 是 切备森严 看来九江王当就在自营账之内 石孝之法 当宿举账中 取入婆娑凭杀意 谁也要把人找出来 怎么 拦我作甚 我是来道贺的 九江王 哦 这称呼用错了 不日汉王德大统 想必您还得加封 不过我可好奇 您已是亡了 再往后如何封得 大胆 让他过来 一别惊年 未想再见 居然是如此光景 当真是物是人非啊 是啊 谁想到当年不远万里 未寻一却谷取的人 会是个背信弃义之人 取或高雅 然终究只是残取一却 没结果的 好一个没结果的 这就是你反的原因 我曾求于立山 随张绍府于细水 大破周文 也曾从武信军克敬 居秦家立了处义地 武信军败死 我便是向王仗下红人 替他秦了张绍府 想来我就是这么个人吧 反可有原因 也可无因有 而今被处投汉 有何不可 跟着王上你还不够自意吗 武信军不败死 项羽如何成了长安侯 他又为何令我雨夜斩异地 红门一场戏 诸军环伺 诸王各自为政 他那时若动了手 其他的王师兵风何止 三分关中 张绍府去了雍州 还不知已赴了死路 欲心为他效忠 直至战死 你将我置于项王 而今叛 你可曾爱苦我 项王攻其不力 前使至九江 刘继一遣的随和小儿来次 那随和娘们儿似的阴狠 自己闯进来 直接来了句 九江王已贵汉 楚河已得发兵 我奈何 终究是 也没你以为的 那般爱我 刘继终会杀了我 出世当行而亡 祭面途中 聚到江上 载雄楚族 贫破秦将 并为羽仪 归寿汉帐 奔赫剑毁 足智无往 曲子的后续 便是我与她的后续 乱世中一曲别离 她命人赠我此曲 只有决绝之意 秦末十年 天下动乱 九江王临别赠曲时 怕也是想日后相见时 合奏一阙 日后相见 转眼不过天高水远 哪来那么多生死同父 嗯 其实同生共死总不容易 你可愿为一人死 但另一人即便愿为你死 你却也不一定会愿意 总归的确就和湛羽说的一样 有些事情被忘了 非常不是好事 罢了 不谈这些了 你不是想知道曲子的后续吗 前辈想起来了 却想起了 不过这只是残曲 也只有那小段 我领你合奏 风消消息 溢水寒 壮士去兮 不复返 没想到一人歌 还有残篇流传至今 竟还有了曲谱 魔将摆手 别怕 爷爷自认也算个君子 你们再次奏乐 我自不会在这时候来找麻烦 听你刚才一句 我这儿吹奏的曲子叫溢水歌 那会儿是叫这名吧 谁知道呢 不过就是溢水潇潇 西风冷 一人不成篇章地哼着 一众白衣若雪 刺琴 可不是 你是魔将 总会扯进了这王朝更迭的繁俗事 不过也是了 当年纪使可不也找了西域三十六国 确实参合了事儿的 不过爷参合的不多 唉 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太久了 久的 我都想不起那哼唱歌的人 本该是个什么模样 你说的人 可就是做了这曲的 谁知道 要爷爷说 那肯定不是 毕竟他死得早 曲子想必口耳相传 见就有人记了下来 谱了曲 毕竟八百里青川 尘土飞扬 三百万将士 齐吼琴枪 这曲能传下来 就应这与那会儿的 都有些不同罢了 白首 你听见的这曲 是何时何地 又出自何人之口 哈哈 好问题 可惜爷爷我忘了 让我听这曲子想想吧 真的太久 太久没再听过了 我听说